牛逼吗 随便那真家立宪杭州中华老四号杭州酒家237 龙井虾仁69 听说我炒虾仁这么便宜的吗 没有啊 真的 69块钱 吃手波子虾仁 69块钱你也想吃手波子虾仁 跟手波子还是有点区别 但是很新鲜 这个算是冰鲜的 对冰鲜的 吃的口感特别的脆嫩 品质没有问题 做这种菜就是吃虾本身的味道 它烹烤的时候用的调料特别简单 烤的非常利落 看盘子下边没有过多的油 很利落 同样的品质啊 同样的量 在北京你没有100多斤吃不上 这好啊 杭州响铃25 这个油炸响铃啊 这个就是很薄那个油皮给它大成卷下锅一炸 就这么简单而已 但是一定要听我说但是 这个对于师傅的油温火候掌握相当的高 就像我们在家炸虎猪一样 一不留神 中间虾肯定糊了 尤其它还是这么卷炸的 里外炸的酥脆度一模一样 它酥脆到什么程度呢 牛逼吗 味道上没有什么特殊的 就是一个炸油皮 但是透过这个菜呢 看出这个师傅经验挺老道的 干菜冬坡肉48 本来呢我们想点普通的冬坡肉来的 来晚了 卖完了 猪肉的那种腥味处理的特别好 吃的没有腥味全是香味 糖和盐的味道呢相互的拖着 是一个很标准的杭州菜的味道 它应该是搁锅着大概也得烧一下 烧的差不多之后 把这个梅干菜啊炒好了之后 往上一放菜蒸 一大肥肉块子蒸的时间也够 吃的也不腻 梅干菜选的也不错 一断上锅你就能闻见很香的 梅干菜的味道 这多少钱啊 48块钱 好 我有点惊讶 48块钱就这个味道 这个分量真的非常非常非常不错 杭州酱鸭36 口感特别的好 嚼着有韧性 越嚼越香 一入嘴它鲜是咸的 你嚼着嚼着 酱香的味道 还有鸭肉的香味 慢慢慢慢就涌上来了 它应该就是选好的鸭子 然后搁在酱里腌 腌完以后搁外面就亮 里边的腹腔骨头就有点发黑 发干 晾完之后一蒸回来 一断花 36块钱小鸭块可以 这是我点的大刀饼 12块钱 兄弟就不嫌疑我吧 这个吃记费的 鸭肉 很快 嚼着呢 跟麻活的口感很像 应该就是糖 面粉 锅面糍里边加了油 撒了芝麻 跟烤箱一烤 那形状还非常漂亮 这个这个挺有意思的 这个菜吃得真好的 好 我们就个总结 就是我们吃了237 大约三个人的量 今天点的菜确实有局限性 好多想吃的菜 它都卖完了 今天杭州外面下个大暴雨 在下边乌泱乌泱的 还能排100多号 谁说老字号 不用做的招人喜欢呢